大家好 今天在院会报告的 全国县市的桥梁的检测跟进进作为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在108年10月南方号大桥之后 为了不让全国的桥梁再布上断桥的一个事件 所以做了全国桥梁的一个盘点 最后行政院在109年2月 核定了为期三年总经费14.26亿元的一个 重建的一个计划 对于全国101座桥梁来进行相关的重建跟补墙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案例 包括嘉义县的卧龙桥 在最初的检测的时候 因为领海所以大概受到盐害 跟混离土的一个开裂 钢筋的锈石通用断面不足 另外在屏东县的镇海桥 桥梁也受到盐害 所以混离土剥落 加速混离土剥落跟钢筋的锈石 这个只是举出 就是说我们改建的相关的一个桥梁的案例 透过检测 然后相关在施工中的一个督导 最后施工后 相关的一个桥梁 都是符合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工程施工规范 而且能够提供用路者安全的一个桥梁 那三年的一个改建计划 已经全部 101座桥梁已经全部都已经完工了 那当初在改建前主要的问题 包括这个受到这个颜海的 这一个严海的一个侵蚀 桥基混离土的剥落 钢筋的锈石 那河川的一个侵蚀造成桥基的一个裸露 那透过中央的专案计划的一个补助 改建之后符合工程的规范 确保的桥梁安全 同时对拥路人 对于这一个桥梁的安全的疑虑 也完全降低 在三年的改建计划之中 另外对制度面的一个确认 包括就是行政院 在109年7月也颁布了相关的管理作为要点 确认了这一个整个的 各县市政府的桥梁的督导的中央主管部会 全国的桥梁经过盘点 总共有26187座 全部都纳管 那主要的桥梁是车型桥梁 23003座 那车型桥梁里面 主要的这个县市管辖的还是最多 16816座 其他的是属于交通部 包括这一个公路总局 高速公路局的省道 跟高速公路的一个桥梁 那县市政府的桥梁 在这边的话 除了我想透过相关的要点跟权责的一个规定 县市政府除了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料 建入这个我们的桥管资讯系统以后 要做相关的一个定期的检测 维修跟补墙 那中央呢要做相关的一个督导跟评件 109年7月行政院颁布了这个整个桥梁维护管理作为要点之后 交通部从110年度开始办理整个全国各县市的桥梁的这个检测跟这个维修率的一个督导 那检测率的部分可以看得到 其实到111年度 几乎各县市的这个检测率都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桥梁都纳管都有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测 那维修的部分因为现在是没有这个维桥 不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出来 有一些的这个桥梁的构建需要在一年内来这个做修复 所以目前在我们平建的时候是112年3月 所以当初大概各县市政府只完成了76.87% 那现在还持续在这个办理之中 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县市政府 他都可以透过这个主计总处 这个气燃费的拨补 然后所以来办理相关的桥梁的围管检测维修 如果说这个检测出来的这个桥梁需要 这一个改建的经费比较庞大的 可以向公路总局跟内政部营建署 在生活圈的计划来补助 那今年度公路总局跟营建署 已经在7月份发文给各县市政府 需要中央经费补助的可以来做相关的申请 那目前我们正在持续收集各县政府的申请计划 预计在8月份会做相关的线刊 那10月份来做相关的确定 以上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